一鸣二运三风水 太阳黄金到达九十度 是北半球白昼最长 黑夜最短的一天 过了夏至之后 太阳开始南行 白昼开始减短 黑夜开始加长 一阴出生 出生的一阴之气 就为少阴之金 是万物收敛的力量 所以夏至是阳气的顶点 也是万物生长的顶点 此后喜阴的植物开始生长 鹿角随着阴气的出现而脱落 因此夏至三后围 鹿角解 禅始明 半下生 当然 这一切都是太阳黄金 到达九十度时 所产生的自然现象 夏至一阴生 则喜阴而不喜清 俗话说 稻谷要喝夏至雨 夏至一场雨 以第一支千金 夏至一场雨 好比秀才重的菊 夏至有雨 骨仓有米 夏至有雨三浮热 重阳无雨一冬情 今年夏至有什么特点 一 夏至逢尘 夏至节气是阳气的顶点 也是阴气出生的开始 此时青龙七宿 到达南天正中 也是青龙七宿下沉的开始 随着青龙七宿的下沉 各地的降雨 就有了明显的区域性 于是人们就认为 龙分开了 东边有雨 西边请 是因为东西两边 分属于不同的龙管辖 书云 世俗五月未分龙 五月以后 大雨实行 隔折有雨 故须将龙兵分之也 雨曰隔折雨 言下雨多暴至 龙各有分域 将雨往往隔折而易也 在十二帝之中 臣为龙 于是夏至后的第一个晨日 就为分龙节 也就是五龙分离 各自前往管辖之地 去行云不雨之日 其中青龙属木 管东方 红龙属火 管南方 白龙为金龙 管西方 黑龙为水龙 管北方 黄龙为土龙 管中间 五龙分离 青龙往东 白龙往西 红龙往南 黑龙往北 黄龙在中 各自分开 也是降雨之时 被称为龙类雨 分龙节当天 哪个方位有雨 则代表着该方位的龙为建龙 反之则为懒龙 龙正全书中说 分龙节 无雨而有雷 为之所龙门 秦分懒龙 主汉 雨分建龙 主水 秦龙三日雨 懒龙当时请 后日夏至 也是五月的秉辰日 夏至逢尘 是分龙 秉辰为火龙 则南方雨多 夏至是青龙七宿 在天空中位置最高的一天 被称为龙日节 也就是龙的生日 龙日节分龙 就容易降雨 此时日在东景 约入鬼宿 所以 今年夏至就容易降雨 为龙类雨 也是分龙雨 二 夏至五月中 夏至位于夏季的最中间 五月的最中间 五月见五 于是夏至在五月中 就是节气与阴历同步的表现 夏至节气飞龙在天 也是青龙七宿下沉的开始 随着青龙七宿的下沉 门雨季节也会跟着结束 俗话说 忙后逢人立眉 滞后逢人眉断 所以 夏至在农历中的日子越靠前 则门雨季节结束越早 就越容易出现干寒 老话说 夏至五月端 农夫愁种田 夏至五月中 庄稼半长空 夏至五月末 粮食用陡挫 后日五月十六夏至 位于五月的中间 也是五月的旺日 此时日月同在纯首之次 日在东景竹水市 约在鬼宿已有难 旺日是月亮的强引力 最强的时候 在月亮的强引力之下 就容易导致各种事故多发 所以 今年夏至最需要多五 三 夏至在银时 后日五月十六 凌晨四点五十分四十六秒 太阳黄金到达九十度 这一刻就是夏至节气到来之时 是阳气的顶点 也是一阴出生的开始 四点五十分为银时 一阴出生 银是火的长生之地 也就意味着今年的少阴之气 生于火的长生之尾 以阴生于银 其力量被火气压制 也就是万物收敛的力量 被火气压制 金气主宰的季节 被火气压制 金气主秋 意味着秋季不良 多热多风 那么秋季不良 也就是阴气不能收敛 阴破而不能争 就容易出现土洞 夏至位于五月之中 对应着一天中的五十 今年夏至交结在银时 在月份之中 也是最早的夏至之一 就微造夏至 几乎百年不遇 夏至来得早 则火气来得早 并且时间长 意味着炎热的时间加长了 夏至时节 阳气达到最强 阴气到最弱 所以古人便有了夏至要做三件事的说法 以在夏至这一天的能量最为旺盛 可以借助这个时机去为自己的未来和家人的福运祈求 一清洗身体 在古代 夏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因为夏至过后 天气会逐渐变热 这个时候 人们的新陈代谢会逐渐减慢 而且还容易出现一些小毛病 比如长肺子 长街 上火等等 所以夏至这一天 人们会搓澡 洗澡 将自己清洗的干干净净 同时也是为了预防疾病 使自己的身体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其实现在的人们也可以适当的参照古人的这个习俗 可以在夏至这一天的时候 好好的泡澡 让自己的身体完全的放松下来 也是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种极大的放 松 同时也是可以驱除体内的一些湿气 还可以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光滑 所以夏至洗澡 可不是为了涂个凉爽 而是为了能够给自己的身体 带来一种全新的洗涤 二 清洗被褥 夏至这一天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 那就是清洗被褥 夏至过后 天气会逐渐变热 这个时候 要是把被子等被褥清洗一下话 不仅可以去除掉长时间使用后 积存在上面的细菌 还可以给被褥进行一次晒太阳 这样可以彻底的杀死里面的一些细菌 同时还可以去除潮气 清洗被褥时可以在水里加入一些滋润被褥清洁的洗涤液 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你去除被褥上的污渍 同时还可以让被褥更加的柔软 洗好的被褥还可以在太阳底下进行晒晒 这样可以彻底晾干里面的潮气 使被褥变得更加的清新 换上干干净净的被褥也是一种非常惬意的享受 其实古人这个时候会熬制一种夏至菊花酒 然后用这个菊花酒来给被褥进行一次晋洗 因为菊花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 所以用菊花酒抛洗被褥 不仅可以保护被褥 还可以给被褥增添一种淡淡的清香 所以这个方法现在看来也是非常的不错 三晒太阳 夏至这一天 阳气到达最强 所以古人认为 这一天晒晒太阳 可以帮助人们积蓄一年的阳气 还可以帮助自己预防一年的小毛病 古人更是有一句话叫做冬暖夏凉 这也是古人饮食起居的一种保健之道 所以夏至这一天 可以找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 好好的晒一下太阳 这样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更好的吸收阳光的营养 还可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种很好的保护 但要注意的是 夏至虽然要晒太阳 但一定要掌握好时间 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的时候晒太阳 这样可以避免光线过于刺眼 也可以避免被晒黑 古人讲究的是顺应自然 而现在的人们也应该适当的参照古人的这些习俗 尤其是在夏至这一天 好好地搓澡洗澡 给自己的被褥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 还可以在太阳底下晒一下太阳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 也是对生活中大小事情的一种热爱和祈求 希望每个人在夏至这一天都可以心想事成 浮云无边 除此之外 进入下半年之后 秋冬两季 年度八字天干 不显得五行水力量加大 引动尘土水库的力量 下半年世界中的各种关系 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会打破上半年的某些僵局 有了更多的对话和交流 有的事情还有望重新坐上谈判桌 上半年中 一些不和的关系 以为进入死局的事情 会呈现松动 有一些缓和和转机 虽然还不一定能马上扭转改变 但有了喘气的地带和空间 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会帮助我们 从一直紧绷 无奈的状态下得到小小放松 看到希望和转机 哪怕原本很糟 也能至少短暂的进入舒缓状态 比上半年有了更多的心力和空间 能更好推进想要完成的事情 2024下半年金水之气渐盛 也在家中寄身五行金 被家中的五行金 经过望回意志太岁龙头甲木 还有久运本该兴旺的五行火 容易让人做事固执保守 缺乏灵活迂回 有勇无谋 因信息不对称或判断失误 而陷入困境 而导致投资失利 缺乏足够支撑的资本 这种特性也会反映栽在市场上 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 完成年度目标出现了大的障碍和难度 让提升变得更缓慢 整体环境不够兴盛 过往的五行金 容易让一贯重仓的销售忘记 秋天的金酒银食欲冷 出现接受度低 难达到预期 询问寥寥寥 卖不动亏损的状态 建议大家做好预算和风险管理 相比金秋 反倒建议可以调整变换原来的旧方式 适度压保在年底 年底处在新旧两年的交接中 有两股不同的能量在交织影响 年末虽为破月 但2025的已四年 甘之为木火通明之象 八字火器使剑出行 有不破不力之寓意 久运的旺势能量渐渐显现 预言古籍《地母经》中 2024甲陈年的记载 对应今年下半年的部分 有着这些说法 秋冬流不通 古脉价厉贵 雪冻在三冬 更看冬之后 双雪落纷纷 还有比《地母经》更详尽的 孔圣镇中记 也有着如此记载 秋冬与不通 山谷价增贵 冻雪在三冬 灾间六处 寒在东三 寒衣多宋 火比穷寒 都显示了2024气候不均 即使现在夏天多雨低温 但到了秋天 血雨不通 容易出现干寒 影响作物收成 入冬后天寒受冬 这样的年景 也传达出一定的寒意 五行水 也代表了流通交通 也预示着下半年 出现货物商品通货 等各方面流通上的阻力 各种组织下 下半年容易有 价格上涨的 估卖价利贵 总的来说 2024下半年 对八字五行洗金水的人 有利益 对于这些朋友来说 要多抓住机会 这是在这几年间 不能常有的好时机 即使大环境不怎样 但这些朋友 仍然可以在这样的氛围下 拿下好运势 五行洗土的朋友排在中间 不好不坏 也建议要多努力 别躺平 毕竟能遇到阻力不大的环境 这样的机会也并不多见 而对于八字熄火的朋友来说 2024下半年已折服 已保存实力 还不是值得出手大干一场的时候 这是下园九孕九子 离火能量的一个弱势期 是以韬光养晦 静观其变 等待好时机 结合古语言书 《黄极经事》 卦象来看 从阴阳转换的夏至节气起 月卦开始转变为地火明一卦 卦一为太阳入地中 光明隐没 前途不明 以韬光养晦 对人来说 得此卦者 时运不佳 一间守正道 忍耐自重 等待时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